社会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长期照护变成重要议题 为了减轻社会的负担 新竹市政府日前宣布正式启动长照2.0的计划 希望开启新竹市老人照护的新业 也要提供民众最优质与评价的老人长期照顾服务 长照2.0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我们就是希望说在地的长者能够在地得到一个照顾 那过去呢我们新竹市政府跟我们31个关怀据点 一直都有很好的一个互动跟服务 让我们在地的一些长者得到妥事的一个照顾 那未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1A 2B 6C 有这个旗舰店 有这个复合式的这个专卖店 也有我们这个干妈店 共同的一个参与之后 我们希望让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的每一位长者 都能够得到最好最好的照顾 进化后的长照2.0 希望整合串联各个长者照顾中心 长照专卖店与干载店等 各种不同专业领域的单位 针对长辈们的不同情况提供照顾 而为了打破距离的限制 硬体部分会增购巡回车 主动靠近需要照顾的长辈 长照2.0跟长照1.0最大一个不一样 就是我们希望做一个是跨专业的团队 那过去我们比较是单打独斗 那我们现在希望是由A 就是由我们社府中心当一个头 来串联B来串联C 那让目前这样是九个单位 九个单位我们一起来推展整个北区 跟香山区的失能跟失智长者的这个照顾计划 为了照顾老人 中央政府与卫福部都积极推动长照2.0 新竹市争取到约1500万元 用来推动新竹市的照顾服务 目前长照2.0先在北区跟香山区进行试办 民众如果有需要可以向社会处寻求咨询 台阔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